红烧滑水也是演讲菜的代表菜之一 滑水也称甩水 由于经常运动 这个位置的鱼肉特别嫩滑 红烧滑水这道菜是我们当地乌湖的一个传统菜肴 选用的是鲜鱼的尾巴 因为那个四大驾鱼当中的鲜鱼它是活性比较大 而且沉在水底 就是我们这道鲜鱼的尾巴 在我们乌湖有一只鲜鱼叫塞鱼窝 轻鱼鱼尾改刀竖切成扇形 下油锅定型 多里倒油放入姜 蒜和肉末翻炒 再加入辣椒酱 生抽 八角 盐 倒入高汤 放入鱼尾红烧而成 有一句话叫羊尾难做 滑水难烧 难烧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因为它的火候的掌握 一定要掌握得恰到好处 这样做出来的滑水 要嫩度 要恰到好处 鱼尾红烧一段时间后 汤汁浓郁的时候 加入牢骚 不停地晃动 淋汁 烧好的红烧化水 色泽红亮 卤汁稠浓 肥糯油润 肉滑鲜嫩 深入鲜宝液 肉滑鲜油 一般 盐